三藩市 65岁以上长者接种疫苗面困难 接种后仍有几率感染 三藩市卫生局将从本周开始进入到疫苗接种的新阶段 为65岁以上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 首先很多长者关心自己出行不是很便利 能否由家庭医生在家为其接种 三藩市卫卫生局主任白干荣医生就说这个有难度 首先不论是辉瑞还是莫德纳的疫苗 都需要零下超低温保存 否则疫苗就会失去最佳效果 不光如此新冠疫苗和我们平时所接种的疫苗还有一些不同 一般存储疫苗的玻璃容器都是共一个人所打的剂量 但主要的问题就是 在有限的时间里需要充分利用好每一剂量的疫苗 因此如果是单独到不同地方接种是一个难题 而从本周开始三藩市的医院包括社区诊所 也都开始筹备为65岁以上长者接种疫苗 与此同时白医生也强调 因此就算接种后也仍然需要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另外就是对比1A阶段为医疗前线人员 及长期护理中心军民和工作人员接种 预计现阶段要比之前所花的时间要长 天下卫视记者陈宏佳报道